- 歷經四年建造,大內納古塔將於今年底啟用 但寧泉中議員與總質詢中提出,整個納古塔周邊的環境雜草重生 停車場是一片荒地,平面道路損壞也沒維修 議員質問是否又要對民眾跳票 林泉中表示,除了環境未整頓之外 竟然還有尚未簽帳的墓碑在路邊 若是民眾行車不小心撞到是該找誰賠償 另外塔位部分是否只提出1200個位置 遠不及整個納古塔規劃所能提供的數量 讓林泉中怒劈,浪費一個好建設 針對林泉中提出的問題 都發局局長陳中怨回應 納古塔周邊的環境整頓是依照順序施工而不是同時進行 整個工程都已發包完畢 年底啟用時,周邊環境整頓也會一併完成 記者黃玉瑋、周鎮宇,台南報導 記者黃玉瑋、周鎮宇,台南報導